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炮啊 废话不多说 我们看完阎关城的雪山的平民玩家打无级别的一个第一把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比赛的第二把 比赛的第二把的话是两边的话都没有选择辨证 两边都是同样的一个阵容啊 看过第一把比赛 两边的话对面有辨证好吧 对面有辨证 对面是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一个无底洞 对面选择了一个武装冠 而且是两个高速风 两个高速风 好吧 212的一个阵容 武装冠配合一个帆寸 化身配合一个花果山加宁波城 对面的话是阵容的话是有一点点变动啊 对吧 花果山换成了一个宁波城一个花果山 两个风险 关键番的话还是一套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阵容 对吧 比较和谐好吧 我们关键番的话是一个武装冠 凌波城 磨岩仔 无底洞加化身的一个组合 就回复能力啊 封印能力啊都会比较强一些 我中国中举的一套这种按道理来说的话 按道理来说的话 这一把的话我觉得能够赢啊 我觉得对面可以赢 好吧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法的一个加成啊 对面是一个阴政极限大克关键番的一个农阵啊 而且两个物理系的伤害加成都是非常高啊 25%加20%的一个伤害加成 我觉得两边物理系就对面物理系的话 要不要选择先叠一把漫天 叠一下漫天 我们来看一下要不要选择先叠一把漫天 好吧 我觉得凌波城可以叠一下漫天啊 就花果山这个门牌的话 有大克的话起棋子有金刚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猛好吧 关键番的话全体进入一个对不对 就进入一个 拉金刚啊 启盾啊 这样的一个节奏 而且对面风隙一二数啊兄弟们 109G是没有分身没有什么的 对面风隙一二数 而且对面是有带武装罐啊 有带武装罐这个门牌的话怎么说呢 那这带武装罐之后的话 这两个物理系的伤害就会无限被翻大呀 本身就有正法 对吧 正法的一个大克 到时候加上武装罐的一个增严命题 那我跟你说伤害真的要起飞 OK对面的话 宁波城选择点半天 对面的话选择单秒亲宝宝 对面的话好像四号位 对吧 花果山提前犯出了自己的一个魔镜激发 准备要加魔镜了好吧 有骑士有心肝加魔镜 加正法的一个大克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花果山也是个无级别的一个花果山啊 好吧 不管是一个130的锤 还是一个140的锤 反正不是120的锤 我觉得就算有无级别的话 面对正法的一个极限大克 风隙一二数的话 我觉得观战方也 不会太有机会 好吧 这边的话 选择给武装罐起牛云 看一下能不能抢到一个风隙一数 OK 这边也起刘云爵 对吧 只要两边有特技就无所谓 好吧 两边反正特技都是一样的 两边就是差不多 对不对 反正 只是说两边都耽误一回合嘛 好吧 对面的话 花果山也在选择蝶漫天啊 没有用技能新宝宝 蝶漫天的话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 对吧 可以把自己的伤害 对吧 扩大一些而且两个风隙本身有一数的情况下面 也能够控得住 好吧 观战方五专罐是二数 二数五专罐跟三数是没有区别 反正对面一数三寸控你五专 对吧 二数五专罐控你其他 一个人就可以了 OK 对面的话特技很极倍 有破甲 魔镜激发 看一下花果山是选择平坎远漫天 还是怎么操作 OK 平坎远漫天 我跟你说你看这三寒也高的 OK 一把漫天 一把漫天就加5% 好吧 一把漫天的三寒多加5% 就如果说啊 就打个比方啊 就对面这一个花果山是一个两千 两千的一个三寒的话 一把漫天 二五二五一十 一把漫天加一百点三寒 就一把漫天你的武器就可以增加一百点三寒 就是这个感觉 好吧 所以说的话 就两个风气只要能控得住 对吧 风气一二数 就连你控得住 哥什么都不管 对吧 化身起塔先丢破甲 我先把三把漫天都叠出来 哥们三把漫天叠出来之后 真的 对不对 这 威力兄弟 OK 你看这平坎宝宝真的 出漫天的机会都没有 就不需要单头 不需要技能 对吧 就这个 花果 宁波城的话还是要 先叠漫天 就因为宁波城这个门派呀 宁波城这个门派的话 在一百零九级的话 就除了那些新区 可以担任一个主攻手啊 就扮演一个斯多林的这一个角色之外的话 你现在这种脑区的话 宁波城的话 只能担任一个叫做副攻手 就什么叫做副攻手呢 宁波城这个门派的话 是只能作为辅助输出 就不能作为主力输出 你像观察班这种宁波城啊 对吧 只能作为辅助输出 主力输出的话 还是要由法系来担任 OK 一个一个丢破甲 魔镜激发 平坎 单头我们来看 你看 就单头 第一把就贴 看见没有第一把就贴 天蒙地裂 背地能 背地能死 OK 有空切 那还行 这么多人都没有贴 其实死了也没有关系 死了也没有关系 对吧 没有地府 其实死了的话也 无所谓 不过压农山位好压一些 对面可以一直压观察班的一个农山位 因为农山位速度慢嘛 对吧 死了之后的话 不太好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观察班怎么弄三位起 我觉得对面还是可以跌 跌漫天 好吧 而且第八回合了 武装罐可以起自然另起了 我觉得 呃 跌过一把漫天呢 花我三可以 你像如果说下一把对面会玩的话 下一把的 呃 武装罐被封印 对面也不可能拿帆寸截武装 武装出手 对面肯定是拿慢宝宝截武装罐 武装罐的话是不能动的 对吧 那我们武装罐是否可以选择下一把 对吧 起一把这下令旗 对吧 拿宝宝解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把 对面会不会玩 就如果会玩的话 应该是这个操作好吧 翻春风一个 慢宝宝截武装罐 武装罐起 给一个输出起这下令旗 你说那么很 就看我视频的话 可能有很多兄弟 问就跟炮哥说 为什么老要起这下令旗 我跟你说 这下令旗也就是一把漫天 就等于说是一把漫天 武装罐的这下令旗的话 也是可以下5%的一个伤害啊 就我跟你说反正很厉害 OK武装罐选择出宝宝 出宝的话也也没有错 也没有错 好吧 OK 配出捷 对面没有选择跌半天了 因为花果山觉得自己伤害也差不多 对面 尼文城的话也出了一个魔晶激发 就可以看到啊 有大科的情况下 观战风 这一个魔玩战的这个伤害啊 好像也秒不太动了 好吧 那这个时候吧 哎 观战风魔玩战也 也不是太敢起牛镜啊 他为什么没有太敢起牛镜呢 因为啊 对面是一个亚数 你不一定牛镜能够起出来 观战风想的能多秒 一把是一把 OK 蝶火雪 对吧 对面的话我跟你说 对面这个阵容 想打赢观战风的话 不能无脑突破 对面这个阵容的话 得以青宝宝为主 我跟你说 如果说 一直按这样打下去的话 对面 反正赢可能 会比 会 赢可能还是对面赢 但 但是可能 对吧 时间跨度会稍微久一些 你可以看到啊 观战风的话 看性还是可以啊 还是有看性啊 对吧 我觉得对面还是要 以青宝宝为主 青几号宝宝呢 青三号宝宝为主 好吧 青魔湾寨的宝宝 青魔湾寨 跟观战风的一个 风气的宝宝 我觉得青魔湾寨 或者是青三号 跟五号宝宝为主 对吧 这两个 青花果山跟 魔湾寨的宝宝为主 毕竟对面的话 没有法系啊 如果有法系的话 可以打面三 对吧 没有法系的话 光靠两个 物理系 我觉得飞机啊 对吧 对 不太能 有三害可能不太够 好吧 你看 其实 耐用的话 有三害吗 有三害 但是还不够 对吧 因为对面的话 尼魔神的话 也是一把漫天都没有叠啊 所以说的话 还是要以青宝宝为主 观战风的话 对吧 就打得比较正确啊 对吧 青对面的魔神几发宝宝 降低对面的一个三害啊 对面化身会玩的话 可以保一下宝宝 对吧 风气的话 封一下 两个 封一个一刺 封一个摩安赛就行 我觉得宁波城的话 无所谓 好吧 封的是狮魂 封的是狮魂 可能要点观战番的一个 明天 点观战番的一个武装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有没有点了 封的是一个尸魂 花果山头上面也有技能 有单头 看一下有没有点 没有点 没有点 所以说的话 对面啊 这个指挥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就对面这个指挥的话 我个人感觉啊 还是有 一点点欠缺 一点点欠缺 我都跟兄弟们说过很多次 对吧 我都跟兄弟们说过很多次 番寸最准的风就是落魄 就没有之一 对吧 你不点人的时候 就根本没必要去封尸魂 对吧 你封尸魂封中的 其实没有意义啊 你点不点 对吧 你不点 你封尸魂意义何在 没有意义 好吧 就兄弟们 那些看我解说视频的 也不要跟抛个剑 剑是没有用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你看 点人封尸魂 对吧 是没有错 好吧 你不点人的话 就没有必要封这把尸魂 因为番寸三本身 就是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 我玩过番寸啊 番寸这个 轮派的话就是你 见属性的风 跟不见属性的风 那你不见属性的风 风移兵中率就会 稍微的高一些 你像思心啊 思魂啊 这些 对吧 一个是见灵力 思心 思魂 定身 这三个风的话都会见属性 所以说的话 风都没有那么准 最准的风就是落魄 好吧 落魄比催眠 还要准 就兄弟们 你们懂的会自然懂啊 就可能说 不知道我 粉丝有没有那一种 三寸三的一个老玩家 我跟你说 就真的 落魄的话 比催眠还要准了 这一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对吧 极限大客 好吧 不知道这一把 这一把 这一把 你起什么时候打 我感觉 对面这把 能够翻盘啊 就能够赢好吧 就第一把出过之后的话 对面这把是可以 有机会可以赢了 看一下 下一回合 有没有 其实还有点回合 对面 现在这个时候啊 就要封观战番的一个化身 断观战番的一个回复 好吧 以断回复为主 好吧 对面化身也是有点怂 看吧 起了个盾 对吧 要断观战番的回复为主 就这个宁波城不需要管 封一下 花身 封一下无底洞 这花果山 这大克这山 真的 猛啊兄弟 就对面这一个 宁波城的话 就跟着这个花果山一起玩的话 显得自己好渺小 有没有感觉 就显得自己很渺小 没有威力 好吧 金星 花果山头上有 有单头 这边卡树啊 封对面的一个花果 底子 年把笛 年把笛子要偷化针啊 应该是一个立T 偷的是我们的一个无底洞 年把笛子9000亿 还行啊 对面打的还可以 对面我们来看 凌云应该还有 还可以加 还可以加笛子偷化身 对面一个宝宝对吧 配出一个魔性激发 解一个花果山就行了 好吧 OK 宝宝没有高老鬼魂 有一点 有一点点可惜啊 对面的 对面有高鬼魂有高鬼魂的话 会比较好 好用一些 OK 直接选择换顺法 OK 对面眼还是打的可以啊 一输翻顺 顺法 对吧 二输的话 选择封一下观战翻的一个化身 是一种极限大客 我跟你说是真的猛 好吧 正法的一把极限大客 应该109的 109级的玩家 伤害都差的不会太多吧 就 就算是有无级别 就也不可能像那种 对吧 109级的那种 什么群雄啊 冠军啊 那种团队啊 就全身都是 无级别 就如果说有无级别 无级别啊 也就是可能说 有个一两件啊 像法系有个线链 有个武器 对吧 有个一两件而已啊 就面对这种极限大客 多加10%的伤害啊 我跟你说 就完全可以弥补这个 无级别的这个不足 好吧 OK 比赛18回合 那按道理来说的话 观战翻应该是没有举了 好吧 两边打了 年把一个亿的还攻 这边的话赢了一把 对面的话 赢了一把 友谊切磋 OK 就差不多也是个友谊切磋 对吧 玩意那边的话 对吧 又赚点卡 又赚要钱 最后的大赢家 还是我们的玩意啊 玩意 玩意才是最大的赢家 好吧 对吧 对面有风系啊 有风系速度啊 我是对面翻寸的话 直接换寸法 我还说我是对面翻寸的话 要封一下 对吧 我是对面翻寸的话 百分百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用想了 我就封对面呢 就封观战翻的一个 化身就行了 对吧 只要断回复就OK 对面的话选择飞机 花果山还是挺猛的 有大克有漫天 对面武装冠啊 2.0元 对吧 打到19回合 这安静奇还没出来 真的 这安静奇 打这么久还没出来 真的 OK那差不多比赛 跟刚刚那一把 也是差不多 也是比赛 差不多二十回合 好吧 二十回合比赛结束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差不多 翻不了盘 正能翻盘我吃死真的 对不对 OK二十回合 起谁安静奇了 好吧 没有给花果山起 选择给宁波城起 就宁波城兄弟会觉得 跟这个花果山这个兄弟 在一起的话 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确实猛啊 关键翻盘的话 如果有一个一速能辞的话 对不对 就不能说能赢 至少有一点点那个翻盘点 其实说 你像关键翻盘的话 这个时候是没有翻盘点啊 就没有任何的翻盘点 你看对面速度又快 伤害又高 把风气压速啊 对不对 你你这怎么翻盘 翻不了盘 神仙来了都救不了 没有意义 好了 神点药 下期比赛我们再见 OK 21回合 两把镇压定期 就这个武钻灌的话 这个时候加镇压定期的话 嗯 嗯 就是刷一下数据而已 刷一下数据而已 我觉得 就按正常的操作的话 这两把镇压定期 不是要消耗两回合吗 按正常来说的话 都是要等到24回合 直接3.0元 武钻灌这个门牌 是一个怎么样的设置呢 它1.0元可以加一个 3.0元的话 可以一次性加三个 所以说这个回合数的话 就应该 就 嗯 就按正常操作来说的话 都会等到24回合 对吧 就3回合的一个 3.0元的 一个 最压定期 一次性可以 差三个角色 就除了自己之外的话 差两个 物理伤害最高的一个单 一个单位 或者是法术伤害最高的 一个单位 所以说的话 刷数据而已 好吧 我就不看对面刷数据了 好吧 还是来看一下 看一下 387 下一回合没有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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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数据刷不了了 哪一把金竿 有 有啥技能了 有破天 碰 免牵绳了 不看了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